當然是用同樣的工具同樣的方法 那我們下個禮拜就有一個這個作業要丟 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東西 但是你都要花一點時間 不用花到非常多的時間 如果是照 前兩天 過去我一直在講 可是我不知道這幾年忘記講了 前兩天我問一下我自己的研究所 我有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他們都搖頭 其實如果你在美國上課的話 上個理工學院的課 大部分老師都會跟你講 你修一門課 上課時間一個禮拜三小時 回家的話你要花幾個小時 才能夠把這門課學好 如果沒有花到幾個小時的話 大概學不好 要花多少個小時 三倍時間 九個小時 如果是專業課 通識的話躺在這邊 不是躺 出來這邊聽聽 我了解 那專業的話 你都要花三倍的時間 但我相信我們同學大概很難 因為大學部同學大概不太可能做到 但是 但基本上每個禮拜都要花時間 那如果要等到考前再做的話 那是不行的 如果有興趣以後 我們可以這個 或下學期 大家可以看我們 YouTube上面講 有關於大腦 大腦 你到底怎麼學習的話 那其實 是有一定的方式 你沒有照這個方式 你的腦就學不進去了 所以一定有一個一定的方式在做 但你怎麼樣它變有 比較有效率 那是比較重要 所以下禮拜就有東西 Dude 然後 下禮拜就有課本上面 H&Mail 然後呢 CSS SML GTD 這三個是跟 SML有關的 還有網頁的這個 那這些東西也是一樣 談一次也可以談很久 但是我們就 一次上個 介紹 然後再來 SML相關的 SCHEMA XPASS SSLT 好的 這幾個技術了 那這個禮拜就有一個小的Quiz Quiz 我們的Quiz 就是 小稿的話 大概發不到10分鐘 投影片會 會把題目打在上面 同學大概一些 是非選擇填空 填一下 然後就 就上個就 就交 所以Quiz 但是有占比例的 然後 Lab to do 然後再下個禮拜 這個禮拜居然沒有 沒有東西 這兩個禮拜沒有事情 怎麼會這個樣子 OK JavaSquid 好接上 JavaSquid 課本上是 6 7 8 9 10 11 5章 對 那有的東西就受不了 這個 像去年就有的說 這個 五張的東西 你怎麼一三小時就跟我談完 因為你們學過Java 如果沒有學過Java的人 我們JavaSquid 是可以談一個學期的 但你學過Java的 JavaSquid的話 其實一兩個小時也可以 看你怎麼樣講 那這個 課本上是五個chapter 原則上 在課本上面 挑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跟大家介紹 那在後面就比較重要了 Dome Event 這個就是網頁的前端 有很多事件 網頁裡面有些東西在前端做 有些東西在後端做 有些事情在 瀏覽器上做 有些東西是在 伺服器端做 那這兩端 技術我們都要學 那我們現在在 期中考前面學到 大概都是前端的 包含了這 Ajax 都是 網頁 在瀏覽器端 JavaSquid做的事情 那期中考以後要談的 就是 後端 後端包含了資料庫 包含Squid在這個 稍微談一下 記蓋也應該有簡單介紹 然後 然後 後面像 PHP 這些東西 這個是 後端的 所以其中考完以後呢 就是後端的 後端的PHP 那會 介紹Python 還有JQuery JQuery是前端 Python Python的課本上講的比較少 我去年是叫Rubion Rail 但我覺得Rubion Rail的資源沒有Python多了 Python 而且 Google用Python比較多 那 所以我們 今年是 以介紹Python為主 那也只有一堂課了 然後 2.0 Cloud Computing 這些東西 這些比較 新的 但是也比較 有一些 關鍵系的東西 在這裡跟大家 介紹 後面的 有三次 有三次是這個 我們只有三次 因為主要是12月25跟1月1號都放假 所以 三次是同學的project的presentation 那這個 所以這實在是 那當然有相關的labs做什麼 我們把他接下來就再介紹 那grading的部分 就成績的分配 課程參與 占12%再加 就你要 至少要在才學期上面PO四篇文章 在什麼時間前要PO好呢 這個 就有一個第一個10月2號 然後這個 駐教會再提醒大家 會再提醒大家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第四個 什麼時候 那這個 那這就是作業了 就這個 那每一個是占到3% 那文章的話如果是用剪貼的 是用這個 那當然這些不但是得不到分數 還等一下我們還會看 還會有副分 文章就是你要 你看完你要消化 用自己的話來講出來的 這才叫 這才叫文章 你就剪貼的這種 那就不算文章 所以過去很像有人剪貼 過去有人剪貼 結果造成很大的問題 像我們第一次開web2.0的課的時候 那也是台灣還沒有人開web2.0的課 那我們同樣的有一些 這一種 這一種 這個 post這些東西 那個時候不是這個系統 是一個 blog的系統 結果 在google上面 search web2.0 全部都是我們同學的文章 全部跑到最前面去了 那因為我們那裡上面要討論 所以 所以有些人收集到web2.0的技術 什麼東西 就在同學的文章下面寫comment 問問題 結果是剪貼來的東西 他自己都不知道 別人在你的這個 你的blog上面問了問題 那這個 就造成很多困擾 那這個 所以 所以這個部分是 class pacific 參與 那參與還有其他的 你po的越多 內容越好 或是你在共同筆記 我們有規定的 規定以外 你再多做這些東西 通通都會加分的 所以這個 加分加分最多到10分 我記得是這個樣子 那lab的話有五個lab 每個lab是4% 第六個lab是bonus 第六個lab是加分的lab 所以這個 也在20% lab是個人的 這上面都是個人的 quiz有三個 每一個是4% 所以12% 下面 下面是群組的 群組的這個 一組多少人 我們看修課人數 4到6人 來這個 分組 分組的時候 每一組要負責一個 所謂共同筆記的主題 共同筆記有些東西已經有內容了 有些東西還沒有內容 那這個 就基本上要讓那個主題的 值跟量 這組同學要討論 那 就是說我們說這門課東西非常多 那 那有些東西甚至於 有些分大主題也許我們課還 有提一下 或甚至於沒有提的東西 那 那你們這一組怎麼樣的 或是你自己也可以 把這個內容 我們會去把它給加強 這是 這是 Ten Project的一個部分 就做共同筆記 那第二部分呢 是做 做這個 要實做一個東西 實做一個 就是這組同學要實做一個 系統 那其實做什麼 等一下我後面再談 這是不限 原則上是不限 只要用到我們這門課 談到這些技術 整合出一個系統出來 應用領域也不限 其中卡百分之十六 其中卡百分之二十 所以 你可能會覺得 哇這門課的東西那麼多 如果你有機會去到 到這個 國外去 就任何一門的資訊的課程 每一門課程都一樣 不會只會比這個再多 不會比這個少 如果你覺得其他的課 怎麼會沒有那麼多東西 那是因為 老師們 為了適應這個 現況 做的調整 所以這個 這個是最 讓大家知道 裡面都不會是有很難的東西 就是 你要持續的 要注意到 不然的話這門課 東西那麼多 修完跟白修一樣 你就沒有持續的花力氣 那這個 花一些時間在上面 你沒有辦法應付到 後面更多更多的 這個新的東西 或是更 進階的東西 好 那 第一個 就我們下禮拜要交的 Lab 是什麼呢 是利用 YSHARK 或 以前叫YSHARK 以前叫YSHARK 我 有些同學已經做過了 用它來 來抓取 這個 HTTP 就 web上面的 Message 包含了 GET跟POST SETCOOKIE 跟COOKIE HEADER 這幾個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那 然後呢寫一篇報告 在這SS上面 那這是 這是Lab的報告 Lab 這些都是 這個跟那個四篇POST 是不相關的 那四篇POST 是你自己要寫的筆記 心得 那這個 這個報告是交的這個 我們Lab的報告 你 你去 就讓你去看看 你去聽聽 看看你再 去抓一下 網路上面的這些 這個 這個 簡單的 還不算當駭客了 就是用一下這個工具 用用一下這個工具 看看駭客他們是 是怎麼樣做的 所以 當然有 這是非常非常 幼稚園級的 這個 但因為我們做web 大家試 看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要談 HTTP的這個Protocol 看看HTTP的這個 東西是什麼樣的 那後面的 Lab 234 2345 都跟那個 課本有關 都是課本上的習題 但是呢 第二個Lab 是要你用到Google Sites 或是Google App Engine 就要用到 網頁 我可以自己架在某個網站上面 但第二個Lab 是要求 你用到一個 我們所謂的雲端的平台 Google Sites 或是Google的平台 或者是Google App Engine 那這個 這兩個我們都沒有交 Google App Engine 比較複雜一點 Google Sites很簡單 只要你有Google帳號 其實在上面就可以用了 做什麼都可以 像學會啊 大家都在上面有做 都有這個 Google App Engine 是一個 Google App Engine 東西很多 大家可以 我可以做什麼 有一個 MBio